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晚饭以后出来散步,路过邻居家的花园 这个邻居在我附近是特别有名 他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 所有的花园的一切都是自己打理 他后面有一个shed,一个小房子 他把这些大量的盆栽呢 冬天都收到那个房子里面 然后夏天的搬出来 他有很多特别的植物 像这个曼陀罗树特别大 是一个大大的盆栽 他还有好多后面夹竹桃啊什么的 仙人掌,大量的仙人掌 看,这么多 我有一个仙人头呢 就是他两年前送给我的 这是橘子树 看这个橘子有多大 旁边的这些橘子呢小一些 很多福桑花 我记得他有两棵巨大的无花果树 种在很大的缸里面 冬天呢他也要拿回去 他的花园呢 怎么说呢 有点拥挤 东西呢特别多 你看 摆满了这个小人物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儿有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后面呢还有带翅膀的天使什么的 有点杂乱 但是呢这个老爷爷已经九十多岁了 他能自己做这些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 看到树下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灯饰和喂鸟的东西 这还有一个什么大蜘蛛是吧 哇我刚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蜗牛青蛙鸽子鸟 浣熊一家子 因为今天呢没有见到老爷爷本人 我呢也不好走得太近 如果见到他的话呢 我可以到他的后院呢去看一下 我对他的那个无花果树呢 一直是记忆犹新 连街道边呢也摆满了盆栽 看植物有多么密集 老爷爷九十多岁 不过他的状态呢非常好 看起来就像是七十多岁 他是一个意大利裔的老人 我看到一棵杏树 上面结满了杏子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偷一只 很遗憾今天老爷爷不在 不能打个招呼 就这么多吧 希望下次有机会呢 再到他的后院看一下 谢谢 谢谢 欢迎订阅一下